在上一集里,朵朵遇到了魔法师蜗牛 他向蜗牛许愿,便出了一个假朵朵代替他去上学 自己去玩了一天的电脑游戏 结果,假朵朵因为真朵朵告诉过他 无论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告诉任何人你代替我的事情 于是,假朵朵不承认自己是冒牌的 最后,让每家妈妈都无法分清他俩 接下来,真假朵朵该如何分辨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大鱼,欢欢,麦琪,孩子们,你们快过来 我们来了,妈妈,妈妈什么事呀 怎么了,妈妈 其他三个小蒙鸡听见妈妈的喊声也来到了餐厅 孩子们,你们看,家里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朵朵 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连我都分不清了 诶,真是一模一样 同样的黄色头花,黄色嘴巴和脚丫 一样的粉色羽毛,连眼睛的颜色都是一样的粉色 是啊,连我都分不清了 这可怎么办好 嗯,他俩从外形上看,确实一模一样 根本分辨不出来 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三兄弟一人问他们一个问题 然后再投票决定 嗯,好吧,也只有这样了 嗯,让我先来问吧 麦琪第一个向两个朵朵提问 嗯,那你们两个朵朵姐姐都说一说 我最不喜欢吃的是什么吧 我先来,我先来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 麦琪啊,就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你啊,就是一个大馋猫 嗯,不对 麦琪最不喜欢吃苦瓜 今天中午在学校午饭的时候 你把你的苦瓜可都给我了呢 你还说这是你最不喜欢吃的食物了 嗯,正确 那你就是我的朵朵姐姐 嗯,麦琪弟弟 哼,你这个笨蛋麦琪,连真姐姐都分不清 接下来该欢欢提问了 我的问题很简单 是一道数学题 请问,有五只鸟和四只兔子 它们一共有多少只脚 这个,这个也太难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 答案是二十六 五只鸟有十只脚 四只小白兔有十六只脚 十加十六等于二十六 啊,你答对了 不过不好意思 我的朵朵妹妹数学一直都很差 所以我想你才应该是真的朵朵吧 我这一票投你了 嘿嘿嘿 嗯,这样得一票 唉,我都有些什么哥哥弟弟啊 现在比分是一比一 轮到大鱼提问了 大鱼,你这一票很关键啊 放心吧,妈妈 我会找出真正的朵朵的 好了,你们俩听好了 我的问题是 哎呦,哎呦,肚子好痛,好痛 大鱼突然肚子痛 痛得他都坐到了地上 你怎么了,大鱼哥哥 假朵朵赶紧走上前来关心大鱼 而真朵朵却在旁一脸茫然 大鱼哥哥,你疼得厉害吗 要不我们先向医院吧 真朵朵却说 大鱼,你这关键时刻怎么闹肚子了 一定是又贪吃了吧 大鱼,你没事吧 哥哥,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大鱼哥哥 哎,大鱼忽然站了起来 呵呵,没事 其实我是装得肚子疼 从两个朵朵对我的表现来看 我想真正的妹妹应该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家人的关心 所以我知道你才是我的朵朵妹妹 而你一定是假冒的朵朵 呵呵,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大鱼哥哥 什么,哥哥,你居然说我是假的 既然大家都投票得出了结果 假朵朵,那就请你回到你自己的家去吧 不不不,你们搞错了 我才是真的朵朵,我不要,我不要离开 呵呵,是我错了 嗯,大鱼哥哥 别担心朵朵,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 嗯,你们都不相信我 我要去找蜗牛 让他来证明我才是真正的朵朵 于是,朵朵只好离开了本来属于他的家 是谁啊 是你啊,假朵朵 你怎么又来了 大鱼哥哥,这是帮我编出假朵朵的蜗牛魔法师 我请他来让一切恢复原状 啊,看在你向我道歉认错的份上 我就帮你这一次吧 另一个朵朵在哪呢 哦,他在这儿 蜗牛魔法师来到假朵朵面前 念起了咒语 蜗牛魔法 这个这个这个变 假朵朵消失了 妈妈对不起 经历了这件事 我才知道家人对我来说多么的重要 我以前不应该对大家没礼貌 也不应该为了打游戏不去学校 才让自己无家可归 我知道错了,妈妈 好了,孩子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你能意识并改正你的错误 妈妈十分欣慰 现在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坐下来吃晚餐吧 蜗牛魔法师 你也一起吧 哦,好的 其实这也是个不错的结局嘛 搜索叮叮鸡爱玩具 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 记住了吗 叮叮鸡爱玩具 操作 我 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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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